HELLO 大家好,我是刺乎 歡迎收看今天的遊戲閒聊 各位有買Switch的玩家 最常考慮要購買的周邊是什麼呢? 我自己的話最常會想要買的就是手把 但手把又為什麼會一直想要買呢? 主要是除了原廠Pro之外 每一家廠商推出的手把 在外型上、按鍵上、功能上都會有所不同 而最近劍寧企業他們代理的一款新手把 八味堂的Pro2手把 也提供給我讓我體驗看看 這隻手把是他們家之前推出的 SN30 Pro Plus的強化版本 雖然說外觀相同 但實際上新增了不少東西喔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把外型懷舊、自由度超高的手把 介紹與使用心得 八味堂Pro2手把 從我第一眼看到它外型的時候開始 就有一股濃濃的熟悉感 很直覺的會讓我想起超人的手把 只不過多了兩個握把來增加舒適度 讓整體更符合現代玩家的使用習慣 除了外觀感受復古之外 按鍵的配置也相當有懷舊的風格 Switch上的加號-按鈕 在這裡被設計成紅白機的兩條橫條設計 並且放在中間的位置 材質上也選用了類似當年手把的 軟塑膠材質 按起來的手感也是當年的觸感 而在外殼的材質設計上 採用的是霧面的塑膠材質設計 而為了提升手把握感的舒適度 手把的背面除了電磁蓋之外 都做滿了圓點顆粒紋理的設計 而說到外觀的設計上 就要來看一下這支手把的按鍵設計了 按鍵設計上有別於原廠的Pro手把 左邊的類比搖桿位置以及十字鍵的位置上下做了交換 變成雙類比在下方 十字鍵與右邊的按鍵平行的設計 這比較接近Sony系列的手把設計 另外拍照與Home鍵的位置 被移動到類比搖桿的外側 而在手把的背面 正常握住手把下十指會放置的位置那裡 新增了兩顆按鍵按鈕 這兩顆按鍵在原始的情況下 在Switch中是沒有功能的 必須要另外設定才可以 這個我們等等會介紹這支手把的一個 強大功能 這兩顆按鍵也是這次Pro2才擁有的新功能之一 而在背面還有一個切換開關 在這裡可以切換你要連接的設備 包含Switch、手機、電腦等等 都可以使用這支手把 並且不需要重新配對 只要切換一下開關 就會自動跟上次配對好的設備連接 背面最後剩下的部分就是電磁蓋 這支手把很有特色的一個地方就是這個電磁 它本身裡面給的就是充電電磁 官方給出的續航力是20小時 並且因為它的電磁是可以拆卸的 假設你真的玩到一半 又找不到線可以充電 可以馬上換上兩顆電磁 就可以直接繼續使用 這種充電與電磁式的轉換 非常有特色 在外觀的部分上 手把整體的狀況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說一下這支手把的一些特殊功能 也可以說是這支 八卫堂Pro2手把的最主要特色 八卫堂Pro2手把除了本身的外觀與硬體上很有自家的特色之外 在軟體上也非常特別 在我自己使用過的手把當中 我有用過連發功能的、有記憶功能的 但是我從來沒有遇過 有一支手把全部都可以自定義的 八卫堂Pro2手把相較於前一代的手把來說 它有一個專屬的手機經營App 開啟這個App之後可以跟手把進行連接 你要設定哪一個模式 記得要在背後的切換開關切換好之後 再跟手機的App連接 進入App之後有非常多的東西可以設定 第一個是這次的Pro2新增功能 三種自定義模式 一開始會預設在第一個 也就是說你接下來的設定 你都可以設定成三組完全不一樣的內容 並且在玩的時候 只要按下手把正面中間下面的按鈕 就可以直接切換三種自定義的內容 可以根據自己常玩的遊戲來做設定 就不需要每次換遊戲就要重來設定一次 另外在使用中除了三種自定義的模式之外 還可以關閉直接回到原始的設定 等於一共有四個模式讓你切換 但是如果能夠自定義的東西不多 那這樣好像也很沒有用 所以來看看它到底有哪些東西是可以自定義的 首先是按鍵 除了中間兩顆加號減號的按鈕不能更改之外 其他所有的按鍵全部都可以更改 並且可以重複選擇 也就是你可以把右邊的四顆按鍵全部都改成A鍵 根據自己玩的遊戲可以去做調整 而剛剛有提到背後額外的增加兩顆按鈕 就可以在這裡設定它的功能 讓你在遊戲中多了兩顆按鈕可以選擇 除了可以選擇一般的功能鍵之外 還可以設定連發功能或是自動連發功能等等 讓這隻手把可以變成一隻 專屬於你使用習慣的手把 另外可以調整的地方是類比搖桿 有些人不習慣把類比搖桿推到底 導致玩遊戲推不夠的問題 在這裡就可以設定類比搖桿的反應範圍 例如推到50%就算是推到底等等 根據自己的手感可以調整 同樣大顆的ZL、ZR鍵也可以調整 也可以設定成不需要按到底就能夠觸發 而是輕輕一壓就觸發的狀態 再來是振動的調整 畢竟這種手把都沒有支援HD振動 在原始的設定下振動力道真的很大 這邊就一共有5個等級可以調整 根據自己的手感來決定振動的大小 也可以直接關掉 最後也是我覺得這隻手把最誇張的功能 那就是它可以設定聚集按鈕 並且可以直接設定幾秒內按出來 我之前有拿過鼓勵的手把 同樣也可以設定記憶功能的聚集 但要自己按得出來的等級才可以喔 而這隻手把可以直接設定 即使是自己按不出來的 也可以透過系統的參數設定 讓自己的遊戲中都可以輕鬆開絕招 真的非常方便 整體的手把介紹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分享一點 我自己到目前為止的一點使用心得 以及我認為這些功能上的一點有缺點 給大家參考看看 跟剛剛一樣 我們先從外觀與按鍵說起 本身的外觀設計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懷舊的風格很對我這種玩遊戲長大的人的口味 背面的紫滑顆粒使用手感上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握 外觀上我自己對它是滿意的 不過在按鍵上 會有一些我到目前為止都還在習慣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的加號減號位置太中間了 在使用原廠Pro手把的時候 雖然加號也會有一點距離 但拇指伸長一點也是可以按到 但這隻手把因為設計在中間 導致會比較難輕易按到 在玩一些RPG遊戲 需要常常按到選單功能的時候 就沒有到非常方便 而且也剛好這個加號-號 目前是唯一無法跟動位置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切換 但按鍵設計上就有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就是Home鍵跟拍照鍵的外衣 以前在玩遊戲的時候 有時候會沒有注意到 就按到拍照或是Home鍵 很影響遊戲的體驗 在把它們外移之後 完全就不會有誤觸的問題了 這點真的很棒 雙類比在下方這點 很看玩家的使用習慣 我自己因為近期都是在玩Switch跟Xbox 這兩家的手把 都是左邊的類比搖桿在上面的 所以雙類比在下面對我來說 會是需要一點時間去習慣 但對於不太需要類比的遊戲來說 這隻手把我用起來就會很順暢 例如太古達人 因為左右按鍵對稱的緣故 按起來相當有當初用PSP玩的感覺 加上背後多了兩顆按鍵 也可以設定成自己喜歡的按鍵 玩起來就有更多的可能性 另外在ZLZR這兩顆按鍵上 它們的鍵程長度我覺得還蠻長的 但是Switch上我玩的遊戲 多半都是比較需要順發的遊戲 在沒有調整的狀況之下 我會覺得有點不好使用 但也還好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調整 按鍵的鬆緊度上 我會覺得這隻手把的十字鍵偏硬 按起來會稍微費力一點 但因為使用的時間不夠長 所以不確定這個硬度表現 會不會是長時間的狀況 相反於十字鍵的硬度來說 右邊控制鍵的部分 我很滿意它的按鍵手感 沒有把按鍵標示 直接標示在按鍵上的設計 也減少了未來磨損的不美觀 這點我覺得也很不錯 後方的兩顆額外按鍵 我自己平常是拿來當成額外的LR在使用 按鍵的手感位置很剛好 但確實要花上一點時間去習慣 因為如果要按正面的按鍵 手會習慣的握緊手把 很難同時背面跟正面的按鍵 都可以同時順暢使用 所以我會把它當成輔助的按鍵的功能 目前使用的狀況都還不錯 有感受到多兩顆按鍵的便利性 手把的按鍵設置上 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例如我自己之前玩魔物獵人的時候 如果玩完之後玩礦野之息 常常會想要跑步 但是按到丟武器 遊戲中的按鍵配置也不能夠更改 所以真的想要的話 可以通過手把的按鍵配置 去調整各個按鍵的位置 讓遊戲玩起來更加順手 另外類比搖桿的感應範圍調整 也真的非常實用 但是面對一些推多跟推少 會有不同反應的遊戲來說 還是比較不適合啦 所以在這點上可以有三種模式 能夠記錄設定就很方便 根據自己玩遊戲的需求去調整變化 最有趣的聚集功能 可以設定好格鬥遊戲會用到的出招 就可以按一下直接幫你出招 雖然沒有辦法在比賽中使用 但私下跟電腦玩可以玩得非常快樂 看一看那些自己平常根本按不出來的絕招 用在寶可夢孵蛋也還蠻好用的 另外同樣也有連發功能 用在魔物獵人掛礦石上也都很實用喔 整體用下來的缺點的話還是有的 就是在App的使用上 偶爾會遇到閃推的狀況 當然這也可能是要看手機的型號 不過我基本上也只會設定個幾次 有三個套組可以使用的情況下真的很夠用了 另外就是手感上的不習慣 當你習慣了這隻手把 換回原廠的Pro手把的時候 會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同樣的換過來也會需要 這點就很看大家自己的適應能力了 最後是它的啟動按鍵 並不是長按Home鍵 而是長按加鍵這點 其實都不是什麼大問題啦 都是習慣上的問題 畢竟整體不是模仿Pro手把製作的 而是有自己的特色 就會需要花時間習慣 但未來我會有很高的意願 繼續使用這隻手把 畢竟我的原廠Pro手把 偶爾會有L鍵感應不明顯的狀況發生 這隻八味堂Pro2的手把 在各方面的反應上就真的很不錯 八味堂的手把在台灣有不少都是水貨喔 建議大家要買的話 還是要找原廠授權的手把 也就是建寧企業代理的手把 跟他們買的話會有一年的保固時間 八味堂Pro2手把 目前定價是1490台幣 廠商這邊有給我一組折扣碼 輸入折扣碼之後可以折扣250台幣 折扣碼在下方的說明欄 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參考看看喔 不曉得各位會不會喜歡這種 復古外型的手把 對於這種可以自定義的手把 有什麼想法呢 都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有戲愉快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